在长荣航空BRA28278航班 原本在昨天的晚间6点50分 要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机场起飞回到桃园机场 没想到马尼拉机场的地勤公司 在停机坪进行后推作业的时候 不慎将长荣航空的右翼间 触碰到菲律宾航空飞机的右侧尾翼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长荣的右翼间 整个是插到菲律宾航空的A330飞机 看起来碰撞的力道相当不小 那么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待相关的单位进一步来调查 那么长荣航空也回应说 班机上的飞行员还有空服员 以及233名的旅客都平安 没有人受伤 那么长荣航空也会针对旅客相关的时速 以及后续的行程来进行安排 哈喽 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